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想像一下這個人是罪犯 被閉路電視拍下行蹤 問題是只拍到側面影像 即使有容貌式變系統 單靠側面也未必拍到人樣 例如你在過海關 或者入境處時 大部分情形之下 你都會對正鏡頭 如果你對不正 他又會叫你對正 但如果你去到地鐵站 你進去地鐵站 你會不會把你的頭擋高 我正在來 是不會的 所以通常那些情形之下 那些樣子會側面 或者半側面 針對容貌式變系統的不足之處 周錦佩的研究團隊 利用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的 100萬元 經歷一年時間 開發了3D人面重組系統 突破傳統的點對點變認技術 改為利用側面的影像數據 再配合3D立體人面模型 用來分析和計算 還原用貌的正面 如果它不是的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窗 但你又拍照拍不到 其實你是不會認到的 但我們基本上的assumption 即假設就是 它兩邊是對稱 如果我們出來 很多時候 或者你應該說 超過90% 這個假設都是正確的 變成我們出來的效果 是非常之好的 靠側面影像認出人樣的技術 可以應用在住宅、商場 甚至是賭場的保安系統 即法部門 例如警察 用新技術可以更加有效地 追查到罪犯的行蹤 由於一般廢路電視都是在頭殼頂上面 上後面不對稱 就很難做到3D人面重組 所以下一步研究方向 就是希望配合身體的其他特徵來做追蹤 創新技術之後仍然有優化空間 包括將系統對應外國人的容貌 以及收集更多角度的人面數據 提升識別的準確度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胡錫文報導